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一项具体的任务 也是一个明确的布局 就是基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背景下 中国经济也有下行压力 这个股市会是动荡不止 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股市下行 然后这个一线城市这个房价还不少 对对对对 这个一处处都让人惊心弄破吧 包括咱们那个今天刚刚公布的财新二月的 下卖指数 对对对 也是显示这个经济属于这种 下行压力很大 对 继续放缓的这个局势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压力也很大 特别是去产能面临着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这个博弈 对 讲到这个去产能 去杠杆 还有十三五共济测改革 都是最近的时间 当然也是这次两会的一些热情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如果是按照这个政协的议程 我们有哪些这个关注的点是可以期待的 可能会这些关注的点 会在哪些活动上讨论 比如说这种小组的讨论 或者说是这个在一些记者会上 重点可能我们在哪些具体的议程上可以期待一下 从明天开始 全正协教 根据这个余生生主义的报告 展开一些具体的小组讨论 包括之后 全国人大召开之后 要列起这个这个听取总理工作报告 以及十三五规划报告 这个通过之后 这小组讨论都会成为政协小组讨论的这个中心 此外呢 今年的这个全国政协 还有四场的这个记者的新发布会 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因为这四场的主题也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 一个是这个公企则感觉 还有这个民生共享发展 这个环境问题 以及最后一个 还有是这个如何提升经济信息 都是围绕热点 这是四场这个新闻发布会的主题 对 对 好 那我们对于这个整体报告的关注就到这里 那明天呢 我们再根据小组讨论继续来关注接下来两回的议程 好 谢谢 谢谢